来看到财经焦点 美股周五收盘涨跌不一 标普50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 而投资者正在消化好转的美国消费者先行指数 还有多位美国联准会官员的谈话 不过乌克兰的紧张局势也让市场是忧心忡忡 而欧股方面 欧元区1月份CPI成长率是高于预期 欧股指数2月份大涨了4.8% 创下从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